今年美股開局不佳 壞消息人所共資 反而無需太過擔心 風險方面集中於業績 例如特斯拉Tesla 除了眾所周知的管理亂局 銷售量也遇上挑戰 市場對於增長股都不是看利潤 而是需求量 有多重原因令特斯拉的需求下跌 最容易引用的是經濟不景 汽車消費下降 但是深層次原因 還是在於產品未有更新 Model Y之後 下一隻旗艦車款沒有進度表 最新講法是電動卡車Tesla Semi 去年12月已經向白市交車 本來商用車應該是巨大市場 單看數據就相當驚人 能負擔8萬1千磅且行駛804公里 對於商用物流有吸引力 由於現時上市企業講SG 所以市場流行用電動車 使用率一直上升 而商用車這個市場未開發 為了減碳 很多公司願意花錢 能夠在股東大會上多一個話題 故此大型企業會有換車潮 特斯拉在技術和品牌上有優勢 在這個市場只要出道貨 需求不是問題 故此現在的樽頸在於技術和產能 並非缺乏潛在購買力 任何市場都有周期性波動 潮流經常在轉 所以靠單一產品的銷售 很難長期維持高估值 而且Tesla Semi面向企業 真正能賺到大錢 賣到成交量 要靠Cybertruck Tesla開發的電動輕型商用車 可惜一直指紋樓梯升 何時量產一拖再拖 空有商用市場 因為技術和執行力未能量化為業務 亦再拖下去 股價難有好表現 蘋果公司同樣承受周期下行痛苦 可以歸因於供應鏈混亂 影響出貨量 但經濟差 消費力降低 可能才是主要原因 面對這個情況 企業與投資者 都沒有辦法改變 若果持續下去 不止這兩間公司 整個股市的業績都不會好 2022年市場 主要是受宏觀因素困擾 來到今年就會變成個別公司的基本面主導 此轉變有好有壞 壞的當然是業績期隨時變成地雷陣 好的一面是更清楚潮退之下 那間企業 沒有著負 看看會否找到下一輪的龍頭 要高速舊市 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今時今日 高通脹引致高利率 當定期存款也有5厘息 大家都不想去搏 不需要立即減息 提示大約在哪個水平見頂 已經對股值有收復作用 短期股市走勢向來難以預測 有朋友問不借 是否仍然一股不買 或者炒一轉 例如中國重啟 買消費股和餐飲股 即使未必能夠長期看好 不借深知利淡因素有很多 機關獲得心理上的安定感 但對於增長財富並無幫助 一直持有現金做定存收息 除非永遠並無反轉向好的一天 否則等同放棄能夠反轉向好的機會 經濟周期從來都是循環 身處當中 順境時很容易覺得掌握財富密碼 賺錢是應該 逆境又變悲觀 覺得到處危機四伏 其實沒有永遠不變的潮流 保持樂觀的心境最重要 不借的想法是就算吃驚風散 如果觸到反彈向上機會 還是值得坐過山車 現時是值得長線買入的時機 如果有更多 英文 請多留意 資格 二 二 二 感谢观看